中间民调当中的题目还要来看到 是对于这一个月来柯文哲市长的言行举止 在媒体面前公开斥责部署的做法 台北市民赞不赞成 来看到一个不赞成六成一 这恐怕是目前为止最复分的一个题目 那柯市长会不会改呢 不晓得像这两天大家说 那个爱国同行会又动出了 那他又说去把那个新分市长给我叫来 现在是谁就是谁啦 搞了半天他不是对法轮功动出 他是对警察踹脚 那这时候到底要怎么处理他 那柯市长的风格一旦改了 他会说那就不叫柯P 所以呢现在虽然有六成一的市民不赞成 二成三人赞成 有15%人认为不知道 但这个风格 行事风格会不会改呢 不晓得那柯市长你自己去评价 台北市民是这样看你的 所以那么这一个月来 其实要把这个柯市长的江湖 依靠通通写出来很难 我们常说这个10张20张都做不完 那至少呢在昨天柯照会 对鸿海对团队的吸毒争议等等 他到底又说了什么 他重点现在告诉大家 台北市政府很像那个台大医院 真是好 因为大家认真的工作 热在工作 各位各位是这样子吗 这样是一个好的一个台北市政府吗 来赶快请同样是台大医师的省委员 不是这样市政府一向是 有的单位非常忙 有的单位很闲 那现在他只是看到说 好多人7点8点都还在 他感动这个跟台大医院一样 那台大医院你要看谁啊 是主治医师还在呢 还是行政人员还在呢 我认为这是不一样的东西 市政府里头是那些 没事情做 但是怕你都不敢回去 是那个还在吗 就还要发加班费耶 所以我觉得科幣很多讲话 是进不去检验的啦 如果我来讲的话 我被人家骂臭头了 但是现在因为科幣的 这个人格特质 他的特点啊 让他意气风发 这真正走到这里有风 但是呢别人是学不来的 那个别人的学的话 就变成东斯笑评 这是他在怕闻嘛 对 怕闻 这个时候是来的 所以你没办法 更不爽也在论 是好 那么这个民调当时还有这个题目 对于市府不订报纸不订杂志不道 大家这样不赞成哦 台北市民四成四是赞成 但也有三成六认为不赞成 包括今天发生的 关于红白铁市政府也通通不要 科幣说你要印晚联自己去印啊 然后我们那个散血编军出来说 科幣市长你没有文化 我们请教这个 其实电子晚联是在郝龙斌 两年前就已经开始推动了 都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要给他拍拍手 对 都没有人讲 那今年一月份你就可以看到 一兵二兵外面就已经有电 这是去年做的东西 只是说很多年 很多年轻人在支持科幣 因为他认为这个好晚联 但是你知道很多年纪大老人家 非常在乎晚联这件事情 不过离缘我可以讲 因为你要自己发现这件事 没有头脑那些 你吓那些 以后这个没有文化气息 是 错了 告诉我你每天写的那东西 哪一张有文化气息 我今天要讲的时候 它毕竟是个文化 那如果这个事情通通不要